我最主要推薦的就是蓋牙的乳酥 然後加蛋糕 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小時候看到在家鄉的時候 就是早上一定會吃蓋牙乳酥 然後加兩個半生熟的乳酥蛋 所以我可以把那個乳酥斬成那個蛋糕吃一吃 然後還有就是它很好吃的 有一個糯米的糯米還有 新加坡的阿薩 我覺得都很好吃 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會有很道地的那樣的味道 很厚的那種蝦蝦好出來的那種味道 非常的好香 好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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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家你覺得說 這個 台灣吃到味道跟西加坡的味道是一樣的 我覺得今天是 吃到那個超過 然後我覺得 味道其實跟馬來西加坡 想要做什麼一樣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 應該都有抓到就是 文當地的那種 那個 就是 就是 做法 還有超過 這個 沒有進過 是 是 是 好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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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